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以及其他细节部分的制作 那么完成这个头部模型的一个整体的制作 那么首先是它的耳朵的部分 我们在前面试图 首先呢把这个用一个立方体 一个盒子 对它呢进行一次smooth 进行一次smooth 这个时候呢去整体的控制它的耳朵的一个形态 在前试图进行调整 先对它整体进行一下缩放 整体匹配一下 然后呢再到侧面试图调整它的位置 进行一下缩放 以前试图为准 侧面的整体的轮廓控制一下 以前试图为准 看下它这个当前的一个区域 也使之头部模型跟着进行调整 传插进去 对当前那个面进行挤压 整体的控制一下 按G键 重复杀业司命令 挤出一个深度 耳朵内部的这些 细节 再到前试图进行光滑之后呢进行调整 注意整体性 跟头部穿插进去就可以了 OK 好 那么接下来是它的一个头发 头发的制作 注意整体性 用一个同样的是立方体 这样的好处呢是便于控制 做好的呢添加到一个层当中 进行锁定 先在侧面视图进行对照 注意整体 再把它把称之后 再调整一下 请 эта效果 那些组织 让我按一下 数码 您稍微整个层当中 不是用一个好处吗 很重要的 乘用一个好处 第三个 也可以 在带给我 重处 多重处 大 只需要一半就行了 把它进行切割 实体的显示进行调整 单个视图 把这个面补起来 使用fuel后命令 然后再去连接 然后再去挤压我们需要的部分 起出这样的一个位置 整体的调整缩放 只需要做一半就行了 那么先把这一半处理的比较准确 注意整体性 逃步的侧面 好 现在这个段数是比较平均了 比较平均了 那么在不按光滑的前例之下 把它进行调整 整体形状 明晰一些 不要弄得那么生硬 先做好差不多一半的 然后把平时的模型写出来 这样给它一个颜色 作为一个调整 对比的一个依据 这样一个颜色 好 使途糟糕进行调整 另外的一半先把它做出来 然后镜像 检查一下 没有问题了 以后再清晰 就会让它进行调整 头发呢一流一流的 像这些适当做一些起伏 更多的情况下 在后期做材质的时候 通过贴图的方式来控制 但是这个大体的起伏还是要有的 减加两段 复制之前先做出一些变化来 感谢观看 那么另一半的头发直接是Ctrl G Ctrl D 另一半的头发先隐藏起来 然后专门做另外的一半 不需要的部分都把它删掉 后面的保留 前面的头发就可以删掉 给它进行专心的调整 分别一一的对应 我们也命令 先都补上 然后再去使用加线的命令 再去连接 Merge Vortex 多余的段数 比较工具 然后再去柔和一下 不至于怎么生硬 然后把所有的都显示出来 看看整齐效果 好 OK 别人太过来生硬了 调整 做一下精简 同精度的做清洁 笔刷工具 现在前视图看一下 能不能往途标求 随意的调节 当做一个整体来控制 把头发当做一个整体 不要进入到这种细节的 控制上去 一开始的时候 把它当做一块 一大的块 把它扣上去 然后再去调 很多初学的同学呢 就不太会做这个头发 不知道从哪下手 其实不要怕 多做就是了 做出变化 一定要有这些变化才行 从前面看一看有没有问题 前面看一看没有问题 再贴合的好一些 不要有过多太尖锐的地方 这些地方 可以让它用笔刷工具的放松 relax 圆刃的处理 有时候这些编子可以用一些塌陷的命令 尝试一下 做出一些变化 做出一些变化 整体这个发型 最后还可以为它去做一个用经过来控制 后面就需要考虑一下了 这些地方 它不应该是分开的 那么先把它变成一个整体 然后再去对应的把这些面都给它删掉 合并顶点就可以了 所以现在按下来 然后在中间的删割 我要把这些屋顶点 我们要丶顶点 渐渐灭 转发 1 3 5 1 2 3 内部的这些结构 一定要注意清理 因为后面绑定的时候会比较麻烦 可以把其他的部分隐藏起来 这些面也要很好进行处理 不过这个头发来说相对来说还好 因为头发是整个的一块 那么在绑定的时候 完全成为头部骨骼的子物体跟着跑 它也没有太大的变形 所以这个可以去适当的轻松一些 在做的时候不用把它完全都和平 但是一个良好的习惯是很重要的 还是把它尽量做好一点 作为模型师 这毕竟是一个一个作品 怎么要查得好 这是一个闭合的效果 没有开放的公共边 多余的面可以把它删掉 好 注意它整体性 做完了以后再去用笔刷工具 细化 物体的模式 把一些比较尖锐的地方给它处理一下 读出变化来 对它用金格进行整体的调整 Latest 各个角度 观察一下 来 它是不用太多 包摆一下 稍微三段好了 做出一些变化 好,那还有一些小的细节 小的细节像是头发的这根部的一些细节 那么可以去加线 添加段数,添加段数 这样子就是 做出变化 微调一下 微调一下 挤压 actual says 關掉,不要練習 記住一個什麼,這種嗎? 掃細節要先 螺化一下 好,都是變化即可,那麼接下來還有它的一個眉毛啊 注意整體 create latest 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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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住 記住